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美仇 男子为复仇故意勾引害羊女死亡的女子 与其干柴烈火的热闻起来 戏耍了对方,团团转 莫奈盗取他人作品假装是自己的原创 事情被暴露后 罗希与莫奈闹掰 直接喊停了莫奈的所有工作 莫奈正在思考该如何挽回时 接到了来自检察总长的电话 得到了一个令他无比震撼的消息 罗希竟是小美的亲生母亲 莫奈心生一气 约罗希出来吃饭 向他坦白自己已经知道了他和小美的关系 而且他由总长作为靠山 莫奈心知野心勃勃的罗希 想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他愿意助罗希一臂之力 说完莫奈叫来养父 养父一直想签下莫奈 给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 这次见面 莫奈提出希望罗希成为科技公司代表 养父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罗希也不忘和养父推拉 希望养父能为吃钱拒绝自己一事而道歉 处理好了事业上的问题 莫奈又转而对付智雅 智雅试尽成功得到了演戏的机会 可不久后 网上铺天盖地出现了关于她的负面消息 先是莫奈身边的同学宣称 她盗取莫奈的曲子 接着班主任也跳了出来 控告智雅在中学时欺负同学 这一切当然是罗希和莫奈在背后策划 为了让班主任出面作证 罗希甚至安排她的女儿加入莫奈正在拍摄电视剧 班主任并不满足 还要求让女儿加入梁代表的公司 智雅失去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演戏机会 在网上遭到谩骂 还被人闯入家中破坏 智雅绝望地躺在床上时 想起了自己的高中时代 智雅确实曾是一名不良少女 莫奈为了拉拢她做自己的下属 挖出了她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她曾亲手杀害对自己不好的父亲 其实是姐姐为了保护她 失手杀害了父亲 智雅想保护姐姐 承担下了所有罪名 莫奈用这件事威胁 胁迫智雅成为自己的小跟班 莫奈能拥有优秀的成绩 也少不了智雅的功劳 这么多年过去了 莫奈还不肯放过智雅 因为她需要智雅的才华 如今莫奈将智雅踩入谷底 还想威胁智雅回到自己身边 智雅十分绝望 幸好聊天软件里的中式粉丝 给她发的消息 表达了对她的信任与期待 智雅受到鼓舞 而这位粉丝竟然是养父 养父为表建议将罗西遇到酒店 解释着自己之前拒绝她并非本意 在接触的过程中 她已经被罗西深深吸引 为了保持清醒 才可以与她划清界限 但如今她已经想清楚了 工作和感情她都要 罗西对这个解释十分满意 两人干柴烈火地亲吻起来 不巧热烈的气氛被一通电话打断 总长想和罗西见一面 罗西只好离开 将养父晾在一边 罗西来到总长面前 跪下请求总长帮忙 做她和莫奈的后盾 罗西对此很有把握 因为总长并非没有秘密 罗西已经猜到 总长是男班长背后的人 而只是总长栽赃养父的人 或许就是神秘人K 总长表情突变 她很欣赏罗西 还告诉她一个秘密 会长还活着 罗西大惊失色 立即召集众人开会 在赶去集合的路上 一支箭飞到她面前 插在门框上 受到惊吓的罗西 取下上面的香包 里面放着罗西在岛上 遗落的手镯 其余几人也收到了 一个蓝色信封 班主任的信封里 放着她和男人的合照 莫奈收到的也是一张 全家福照片 寄给男班长的是一包药物 寄给阿兰的是她杀害会长的照片 众人聚在一起 罗西告知大家 他们的敌人可能是会长 会长或许早已和小美的养父联手 大家有个疑问 这五年间 会长藏身在何处呢 经过一番商议 众人得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猜想 会长可能和养父掉包了 躲在监狱里 毕竟监狱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现在当务之急 是找出会长和养父 道贺想到 一个将所有人一网打尽的好办法 那就是对会长下毒 按照道贺的计划 男班长潜入监狱 对会长下毒 会长被紧急送医 一片混乱时 男班长将正在通风报信的眼线 转个正招 其余人在医院里守株待兔 会长病危后 他的亲信黄砖物肯定也会出现 梁代表将黄砖物迷晕 抓起来严刑拷打 逼问养父的下落 忠心耿耿的黄砖物 什么都不肯交代 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突然一群人闯进来解救黄砖物 风水流流转 这下轮到梁代表和男班长 被绑起来折磨 梁代表认出 闯进来的是江代表的人 他这才明白他们中计了 原来养父早有预料 提前让会长服下了解药 并安排好天罗地网 与此同时 罗西和阿兰留在医院 对会长动手 阿兰决定再去见会长最后一面 询问财产的下落 阿兰假扮护士来到病房 发现会长不知何时 已经挣脱了手铐 衣柜里突然冲出来 一个黑衣人 阿兰来不及逃走 被黑衣人抓住 锁进了衣柜 黑衣人带着会长 骑着摩托车 一路风吱电掣地逃离 此人正是道贺 原来道贺 一直是养父在反派 欺人帮里的内应 是他提前跟养父报信 监狱里的会长 已经被发现身份 养父才会提前不举反击 在送会长去见养父的路上 道贺回忆了很多 妈妈和弟弟去世后 他曾一蹶不振 走在路上差点被车撞倒 在他绝望之际 是整容后的养父 出现在他身边 道贺埋怨是养父 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家人 把他打了一顿 养父告诉他真相并非如此 原来火灾是梁代表策划的 得知真相的道贺 心中燃起了复仇之火 为了报仇血恨 并抓住幕后黑手 道贺一直留在这六个人身边 当初在冀州岛 也是道贺在泳池和食物中下毒 导致己人产生了幻觉 会长在路上看到 加古地区进行城市开发的广告 他想起有个戴面具的神秘人 向他承诺过 会让他和孙女团聚 无论对方是生是死 当时他们曾谈论加古地区的开发 会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让道贺立即掉头去加古地区 江代表和养父得到消息后 也立刻转换目的地 前往加古会合 道贺把会长送到加古 自己则赶去和其余六人会合 免得露馅儿 会长来到一口井边 看到了高高挂起的小铃铛帽子 而井里竟然有一具尸骨 尸骨穿着小美的校服 会长伤心欲绝 倒地大哭不起 而尸骨下装着定时炸弹 会长仿佛看到小美重新出现在眼前 他哭着向小美道歉 痛恨自己来得太晚了 剩余六人帮对于计划失败十分懊恼 唯独罗西很淡定 原来他在会长体内安装了定位 跟着会长的足迹肯定能找到养父 他们还有翻盘的机会 刀贺找到六人会合 随后七个人沿着会长的定位来到加古地区 他们看到有炸弹不敢靠近 远远地观察 刀贺一路上都在向养父通风报信 当看到有炸弹 他连忙告诉养父 这是个陷阱 提醒养父不要来此处 但养父不能眼睁睁看着会长送死 会长看到远处的养父 呼唤他不要靠近 将代表拼命抱住养父 不让他上前 另一个方向的七个人 听到会长的呼喊 都想看清楚养父的真容 可惜视线被遮挡 什么都没能看到 最后时刻 会长好像听到小美在赶自己走 但会长心意已决 他必须要以养父的身份死在这里 给真正的养父创造机会 继续走下去 会长抱着尸骨 露出了坦然的笑容 倒计时结束 爆炸轰然发生 这一切尽在幕后之人的计划之中 而这个戴面具的人 正是神秘的K 同一时刻养父公司的大屏 和所有电脑都被黑客入侵 一张戴着面具的脸 向养父问好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是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